交给马尔教授 谢谢Carmen 今天是初几 初八?OK 其实还可以拜年 跟你身边的人先讲新年法乐 亲自还可以拜年的时候 那些未派雷士的快点 未收雷士的快点收 今天很高兴在中间能够见到大家 因为今天也是冰天雪地 今天地面很善 而且开车不容易 特别是那些很远来的朋友 特别做一次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也是一位很远来的传道朋友 跟我们做客席讲完 就是Joseph 他多远呢? 就是在Deerfield 他在Trinity附近 现在Joseph就快要完结 他在三位神童院的M-Diff的课程 所以我们趁着有机会可以特别叫他来 特别是新年的时候可以叫他来 冰天雪地的时候 那他的讲题 我们不多说了 假使世界不象里预期 歌名来的 是 经文就是离家书第四章 有圣经的话跟我打开 离家书第四章 一至到第五节 我们的PowerPoint不会打出来的 你拿回你的手机 拿回你的圣经 离家书在旧约的 一本先知书 四章一至到第五节 末后的日子 亦说 殿的山必建立 超乎珠山 高举过于万令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内霸 我们登药和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道 因为悔分必出于石岸 药和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例头 把枪打成黏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 和无花果树下 无人惊吓 这是耶路撒 万君之耶路撒 口所说的 万民各奉己神的名义行 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路撒 我们神的名义行 我们将时间交给祖舍 我们欢迎各位妈妈 很感恩 今天能够和大家在四十日之后 一起去敬拜 就像马教授所说 我是Dirfield駕过来的 今天也有点 幸好今天好像预期那样不失车 就很平安地来到 好了 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 尼家书的四章一到五节 讲题是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如期》 话说我圣诞节之后 跟朋友去到洛权旅行 我们通常幻想的 加州就是阳光海滩 是温暖的 谁知道我去到那两个星期之后 就发觉 一下机就说 天空那么阴暗 完全没有太阳 到整个星期 那些风大到吹到头都脱了 去海滩都是去不到 什么都做不到 其中同行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们就说 为什么加州会是这样的 这个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加州 好像这段时间还好些 他一直在旅行里 一直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也影响到我的心情 即是当加州原来不像我们的预期 就会令到东西又不太好吃 东西又不太好玩 即是又想起一些塞车 塞到我都快刺了 我就说整个旅程都很低落 令我最后觉得 这个真的不是我想住的地方 你想想如果一次这样的旅行 都可以这样来影响我们心情的时候 何况是我们每天身处的环境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我们预期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选择呢 我们会逃避 说我不再住在这个地方 还是我们继续以一个很负面的心态来影响呢 是《尼教书》四章一到五节当中讲的 是当世界不像上帝预期的时候 上帝如何来回应 这段经文我告诉他 上帝没有离开我们 上帝并没有放弃我们 当世界不如上帝预期的时候 上帝要做的 却是来恢复他的子民 恢复我们对他的敬拜 我们首先来看看《尼教书》是一卷什么书 《尼教书》未必是大家最熟悉的旧日的一卷书 《尼教书》主要来说的是上帝审判的讯息 《尼教书》可以分成简单来说三个大的部分 第一章 第一到第二章 第三到第五章 以及第六到第七章 而这三个部分都是以一个审判 还有一个盼望的讯息 是一个寻回的 而来宣告上帝的心意 而我们今天看的第四章 就是第二个部分 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盼望的讯息 盼望之前是有审判的 那审判的内容是什么呢 或者说究竟上帝是要说以色列人做错了什么事 我们可以继续看看圣经 可以看看《尼教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是第一节 是这样说的 我说雅各的首领 以色列家的官长 你们要听 你们不当之道公平吗 就是说他们那里没有公平 到第九节我们跳一跳 上帝继续審判他们说 雅各家的首领 以色列家的官长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们厌惡公平 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 以人血建立石安 以罪业建造耶路撒冷 首领为贵路行审判 祭司为顾价施悔分 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 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灾黄必不临到我们 先知离家是这段经文 主要针对以色列人 在宗教上的败坏 而来说 他们这群人 这群首领 这群祭司 这群先知 背弃耶和华 敬拜偶像 撇弃上帝的公义 他们这群宗教的领袖 在做的是一些收人钱财 帮助党灾的工作 如果放在现在的处境 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们走进去 有一间教会 那牧师就跟你说 我可以帮你祈祷的 不过就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他就放了一个奉献箱 在这里 你知道牧师祈祷比较美 所以他就这样提供给你 他就说 如果你付100元 你奉献100元 那我就帮你祈祷 祈祷你身体健康 一千元就可能帮你祈祷 升职家人工 一万元就帮你祈祷 中六合彩 那你就有一个很好的return rate 现在还是新年 新春大减格 买十次送两次 每个月都有一次 牧师帮你祈祷 那这些教会变成什么教会 这些变成一些不是认识上帝的教会 这些是变成一些买卖的教会 就像当日的以色列一样 所以上帝说 圣殿耶路撒冷 又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 变成上帝厌户的地方 在《离家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 上帝甚至来到他说 所以因你们的缘故 石安必被监众像一块田 耶路撒冷必变为乱队 这殿的三必像从林的高处 《离家》预言的话 耶路撒冷会变成一个乱队 他将会被毁灭 因为耶路撒冷不可以再完成他的使命 耶路撒冷代表的不再是上帝的荣耀 而是代表虚妄的地方 当上帝的殿不再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的时候 上帝说他要将它毁灭了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 其实是一个很实在存在的威胁 对于他们来说 但这不是一个假设 或者说很久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当时以色列人面对的 是亚述帝国的一些逼迫 在公元主前722年的时候 亚述人已经攻占了以色列的北角 占领了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 他们下一个要打的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耶路撒冷是充满一个威胁的 就是我们好像看到一个这样充满了纷争 好像毫无希望的情况的时候 尼家却宣告说上帝将要重建 将要恢复他荣耀的这个信息 上帝告诉我们 当耶路撒冷不是好像他预期的时候一样 上帝说他不会袖手旁观 是第四章的第一节 尼家说到是末后的日子 即是将来的时间 耶路撒冷的三必被建立超乎珠山 高举过于万岭 我们看到整段经文的一个语气 一个情况是变得很不同的 第三章说的是一个 好像末日般的信息 要毁灭 没有了这样的 也是第四章 上帝说他要重新建立属于他的结局 重新建立属于他的世界 但是要按照他的心意 重新建立他的殿 耶路撒冷的三必建立超乎珠山 高举过于万岭 在这里说耶路撒冷的山 要高于世界上一切的山 超过一切的高度 如果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一抬头一望 就看到的不是只有高楼大厦 而一见就看到耶路撒冷的山 上帝的圣殿的时候 那一份的荣耀 那一份的威荣 他在这里说上帝的殿 是要成为世界的中心 胜过一切的势力 或者神明 但是上帝说 他的建立他的殿 不仅要彰显的是他的荣耀 更加重要的是 要重建那一帮以色列人的心 是第四章第一节的下半部分到第二节 他说 万民都要留归这座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留归 我们有时候会想象 就像一条河流这样涌下来 但现在这里却是一些很反自物理的现象 不是涌下来 而是要涌上去 所有的人 万民 就是所有的人 就像一条河流这样涌上耶路撒冷山 好像几波巨浪 一般要来覆盖上帝的店 这个情景 就常常被我想起 就好像 那时候我小时候在香港 去到十一月尾 就会看到美国《Black Friday》的一些新闻 另外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每一份《Black Friday》 前夕的人 就会等到商店的门口 直到一开门的时候 人们就会涌下去 全部涌下去 他们就会去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想像一下 如果人们用这样的心情 去到上帝的店的时候 会是怎样呢 这里尼加宣讲的信息就是 这群人等的 不是要去上帝的店当中买祝福 也不是去上帝的店当中买纪念品 他们要去做的是 要去寻求上帝的话语 是第四章第二节 这帮万民所有的人说 来伯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上帝的店 因为当我们去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会将祂的道教训我们 以至于我们可以走祂的路 可以跟随祂 因为悔愤必出于石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唯有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认识祂的话语 这个景象就像昔日以色列人去朝圣那样 他们好像唱着上行之诗 他们带着一个很激动的心情 来敬拜上帝一样 是诗篇第122篇 这样来形容他们的心情 他们说 人对我说 我梦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上帝要重建的是什么人 上帝要重建的是一帮真诚的 来到学慕敬拜 学慕上帝话语的人 这里是上帝在允许我们 祂要来施行祂的拯救 我们很少来将拯救和敬拜 放在一起 但是其实正确的敬拜 对上帝正确的一个敬拜 其实是一个救赎 这里的救赎是说 上帝如何来重新更新这帮人 以至于这帮以色列人 可以和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耶路撒冷是一个充满贵路虚假 他们无法正式正确的认识上帝的地方 以色列人是一帮敬拜偶像的人 但是上帝在这里说 祂要扭转这个情况 祂要重建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的中心 祂要向人教导祂的心意 以至于人都可以遵行祂的旨意 上帝做的是要扭转这帮敬拜偶像的人 甚至令到万国万民都自愿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去渴望上帝的话语 这就是第一点 上帝所要施行的救赎 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来到祂真诚的 来到祂敬拜祂 和祂有这个和好的关系 在这段经文第三到第四节当中 我们看到上帝应许我们 祂要重新建立的耶路撒冷成 重新建立的这帮以色列人 祂甚至要在这帮人当中 来实现祂的公义和和平 是第三节这样说的 祂说 必在多国的民众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上帝要在人的面前施行审判 列国都要来到上帝面前 要上帝为他们断定是非 要上帝作这个审判的人 来到去审判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成为他们的仲裁 他们国与国之间 不需要再因为争夺什么资源 或者什么纷争 而来到去发动战争 其实如果我们想想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 很多纷争的源头 有时候不单是为了 确保自己的利益 很多时候有些纷争是为了证明 我们是对的 就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站在俄罗斯那边 他们就觉得 乌克兰加入了NATO 是对于我们的领土作为一个威胁 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是一个自保的行为 当然他们有利益 当中有利益的纷争 但是他们更加是想证明 他们的观念是对的 或者我们想起很多时候 有些争产的案件 我们经常都喜欢看这些唐生风暴的事件 这些唐生风暴的事件 很多时候 其实不是说 因为他分得多一些 他和我分得一样 那么多 而来争 很多时候是因为争一口气 明明我才照顾他那个人 为什么我的弟弟分得跟我一样 那么多 为什么我不分多一些 为什么他不分少一些 我们经常都用了自己的情 来量度 究竟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但是上帝在这里说 他要恢复他的主权 是要让他的公义 可以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 他要恢复他创世时候的结罪 因为上帝作和 国与国之间 不用再争夺什么 所有的人 所有的国家 都要恢复在上帝的主权面前 他要按照他的公义的准则 来去管理 这就是上帝要恢复他公义的方法 而当上帝恢复了他的公义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 看到和平的实验 在第三节的下半节 他这样说 他们要把刀打成泥头 把枪打成脸刀 因为万国都承认了上帝公义的准则 以至于他们不需要再持有他们的武力 不需要再持有他们的军事的力量 上帝要带来的是一个普世的和平 因此他们可以将他们打仗用的刀 以及打仗用的枪 来变成一些奸重农间可以用的泥头 以及收割当时可以用的链刀 因为上帝彰显了他的公义 以至于这国不再举刀攻击哪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因为上帝主权的实现 上帝公义的彰显 他们不需要以武力再威胁别人 保护自己 上帝透过他自己的能力 制止了纷争 终止了一切的战争 带来一个和平 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恢复的是 他的救赎 他的公义 和他的和平 这三点是救药学者Perry Yoder 他本书当中指出 是Shalom的三个部分 应该大部分人都很 对于这个希伯来文的字 是很熟悉的Shalom 很多时候将他翻译成为平安 或者是和平 Peace to you 但其实Perry Yoder 他指出他就说Shalom 其实不单是包括和平平安的意思 更加是一个大的包围 他指出一个完全完整满足的生命 是一个fullness of life 当世界不如上帝预期的时候 上帝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 而上帝更加要做的是 将他的Shalom 他这份完整的生命 赐给我们 在第四节当中 我们看到尼家在描绘 这个平安 这个Shalom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第四节说到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木的葡萄树下 和无花果树下 无人惊吓 这是万君之业和话亲口说的 上帝在这里应许的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 他们土地的出产 享受这份付足和上帝的供应 过着没有经方的生活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问 既然上帝已经允许了平安 但是为什么这里会更加强调 无人惊吓呢 什么是他们成为他们惊吓 或者他们惊吓的一个源头呢 在这个时间 我想请大家一同来回 再一次翻开圣经 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 在《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 当亚述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什么回应 我们可以看看《列王记下》的十八章 第十九到三十一节 第十九节 这是亚述的使者和以色列王说的 他说 亚述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希西加欺骗了 因为希西加王不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也不要听希西加王使你们倚靠耶和华 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成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你们不要听希西加的话 因为亚述王这样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 出来投降我 你们投降了 你们不再信靠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各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的果子 他们都可以用一些战争的手段 他们在用一个战争的手段 他们在用一种战争的战争的战争 政策就是一路打一路打 打到人都害怕 以至於他們不可以再反抗 這就是亞術帝國眼中的和平 什麼是平安 其實如果我們想回 現在很多國家都同樣用這些手段 北韓就用勞改營來嚇他們的國民 伊朗就用他們的武力來鎮壓當時的示威 這個世界運作的法則就是 誰比較兇就誰正確 誰打誰正確 但是上帝卻說他要實現的和平不是這樣的 上帝所要彰顯的主權 所要彰顯的能力 是要除去一切的經方 神學家Cornelius Plantinga 在一本書裡說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這本書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對於我們這個世界的影響 在這本書裡指出 聖經當中的平安 Shalom 其實是指一個完全的狀態 當人所有的需要都被滿足 當神和所有受造之物 在一個充滿公義滿足 喜樂的關係當中 對於他來說 Shalom 平安是什麼呢 平安就是the way things ought to be 就是上帝創造時候所定下的心意 而不是因著罪而被扭曲的一個世界 上帝說他要帶來一個真正的和平 真正的平安 他不是以驚慌或者武力作為基礎的平安 而是要將人從經方當中拯救出來 將恐懼當中拯救出來 上帝要做的 是要我們從罪當中得到拯救 如果我們繼續來到看尼家書第五章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這個應許的延續 上帝應許說有一位王要由白利行而出 是尼家書第五章第四節 他說這位王要依靠耶和華的大能 並耶和華他上帝之名的威嚴 牧養他的羊群 他們要安然居住 第五節說到這位王要作我們的平安 這是利塞亞的語言 這個利塞亞的語言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的降勢 將要為我們的生命帶來真正的平安 我們很多時候對於平安和平的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沒有戰爭 沒有威脅 沒有恐懼 這就是平安和平 我們過得很安日 我們有我們需要的東西 我代代平安就是和平 我們的和平可能是我的日子如何 平安就如何 但很多時候這份平安是否真的 回想在幾個月前 當上海COVID在封城的時候 我外婆住在家裡 住得很安逸 她覺得很平安 因為她不用離開家 依然有足夠的食物 有足夠的空間來走動 但是同一時間 其實有很多人 他們生活是有很多的負擔的 大家都知道封城的時候 食物都買得很貴 他們甚至出不了街 其實都不知道在吃什麼 他們只可以捱肚餓 因為他們選了食物 就可能沒有錢交租了 對於我外婆來說 那段時間她有她生活所需的 一切的食物或者住屋 對她來說 其實那段時間她覺得很平安 但是對於某些人來說 那段時間卻是一個災難 這個災難是什麼 這個災難是 That's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因為上帝所設計的世界 上帝所預期的世界 並不是這樣的 但是上帝是要透過耶穌基督 成就祂真正的平安 耶穌基督帶來的平安 是salvation 是拯救 是讓我們可以和上帝 一個復和的關係 以至於我們可以成為祂的子民 可以以一個正確的敬霸來朝見祂 耶穌基督所帶來的平安 是公義 這份公義不是一個假象 不是好像平靜 不是好像什麼事情都發生 或者都沒有發生 不是為了滿足某些人的需要 忽略了某些人的一份公義 祂給我們一個公義的盼望 是說當祂在來的時候 祂會以祂的公義審判人 一切的罪惡 耶穌基督帶來的和平 是平安 是和平 是peace 祂會將我們一切的驚慌都燒除 但是祂帶來的和平 不是透過妥協 而是透過和那個惡者的爭鬥 重新建立屬於上帝的國度 恢復創世時的一份傑聚和美好 這就是上帝將要成就 上帝成就的一份平安 當世界不如上帝所預期的時候 上帝沒有停止力量的工作 當世界不如我們預期的時候 我們又會怎樣做呢 在這段經文的第五 最後一節當中 我們看到 是等候上帝應去實現的時候 有兩種不同的人 第一種人是 萬民卻奉己神的名而行 屬於世界的人沒有歸向上帝 而是割除己意 沒有遵行上帝的意思 但是這段經文給我們提醒 有第二種人我們可以成為的 我們是永遠遠奉要的話 我們上帝的名而行 我想對於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 他們是有一個選擇的 他們可以選擇是相信亞術王說的話 還是選擇上帝的話語 其實我想選擇相信亞術王很簡單 只需要拋棄那位 好像我看不到的上帝 我不知道他是哪裏的上帝 我只相信我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就可以了 相信上帝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更加難的選擇 因為他們需要有一個勇氣 來拒絕亞術王的邀請 我們今天同樣有這樣的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眼睛所看到的現實 還是我們可以選擇相信上帝的應許 今天我們的現實是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有很多挑戰 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發生 這個世界有很多方面 不像我們預期一樣 我們看到大大小小的戰爭 烏克蘭和俄羅斯打緊張 南蘇丹有種族衝突 緬甸、敘利亞、耶門、伊索比亞有內戰 或者說近一點 是美國2023年開頭 一月到現在二十幾天的時間 已經有四十宗的全世界 有四十人 至近八十人死亡 一百八十人受傷 面對這些不公不義 面對這些罪惡的事情 可能我們都會問 上帝你的公義 上帝你的平安在哪裡呢 我們雖然眼見這些現實 但現實同樣都是 上帝的平安已經透過耶穌基督的降勢 實現了 祂已經將這份平安賜給我們 這個現實是 無論我們今天是否看到 上帝依然是我們的世界當中掌權 在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我們面對病毒 或者今天我們面對戰略 面對我們現在身處美國社會當中的矛盾分裂 或者是香港、中國一些政治環境的壓迫 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一些衝突的時候 我們的心會不會被這些恐懼所佔據 以至於我們看到的只有不平安呢 當我們看到世界並不如我們所預期 所期望的時候 我們同樣有沒有這個勇氣 來去願意選擇相信上帝 依然來去見證上帝 賜給我們的平安是真的呢 或者我們有沒有這份勇氣 來宣告上帝在這個混亂當中 祂依然作王 耶穌基督的平安 耶穌基督的拯救 就是要將這個世界恢復成為 the things ought to be 就是上帝創造時所定下的心意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的預期 我們面對這個世界 很多的不友善 很多人拒絕上帝 但上帝依然提醒我們要按照祂的路而行 要活在祂的心意當中 在這些境況當中 上帝鼓勵我們 我們更加需要有勇氣 去永永遠地 來侍奉耶穌和話 我們神的命以恆 而不是被這些驚惶所佔據 而是活在祂的平安當中 我們同樣都有託告 天父上帝我們知道 真正的平安是來自於你的 唯有你的拯救 唯有你的公義 唯有你彰顯的能力 才可以帶來真正的那份平安 就讓我們的眼目 能夠專注於基督你所成就的平安當中 在這個時代當中 仍然能夠堅守對你的信靠 尊心等候你應許的十二 求主你來繼續堅固我們的信心 在這個等候的時間 仍然不忘記 神你今天依然作往 你依然掌管一切 求主你繼續随聽 在這裏託告 託告乃奉靠主耶穌基督得盛的名給 阿門 好 多謝Joseph給我們的提醒 剛才我們講到拜言 代代平安 希望我們不只是口頭善 我們知道平安是從耶穌基督而來 剛才講完去提醒我們 真正的平安在神 真正的神 好 願上給大家平安 下個禮拜能夠和大家一齊來試奉一齊敬拜